我是蔡惠玉 霍車女孩蔡惠玉 最近出了一本書 叫做霍車女孩蔡惠玉 是因為我爸爸是開陀拉古的 然後我從小跟著卡車 去搬貨送貨 然後這樣長大的 一直到我22歲 其實那是我人生 第一個大轉折吧 因為如果不是那一次 選擇出國 我可能也應該會有 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22歲生日那一年 我的朋友也就是我鄰居 他大我一屆 他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不要出國去學習這樣子 去外面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然後當下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英文這麼爛 怎麼去英國呢 然後他就說 反正去那邊再學嘛 我自己也想 沒錯啊 如果後來我想一想 我說如果出國之後回到台灣 假設我一個月增加個五千塊 新資一年增加個六萬塊 二十年下來 一百二十萬 我數學這個還可以 所以就算一算 我就覺得可以去試試看 所以那個阿寶姐 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 如果不是她那一席畫 我可能現在應該在台灣開泡沫紅茶店 我可能現在應該在台灣開泡沫紅茶店 會創業其實也是一股作氣啦 這個過程呢 一開始就是小小的 然後從一個小小的倉庫開始做起 不過很幸運就是說 一路上因為有很多貴人 然後你跟很多人結了散言 這其實是很重要 在人生的過程當中我想 如果你能夠把握每一次機會跟大家交朋友 其實你不知道你可以交到什麼朋友 那我在做工作的時候 我會盡量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 那電腦業到我這樣做二十幾年 它的困難點一定有 有每一次的挑戰 其實有的時候 它其實是幫你開另外一扇窗 每次碰到問題 其實對我來說 我漸漸的能夠接受 它其實就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常講在電腦市場裡面 就是你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 它人生其實也一樣 你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 你每天都面臨不斷的選擇 不斷的選擇 不管你吃的東西 不管你要去的地方 穿的衣服 都是選擇 都是一個考驗 可是對 你就是要接受這樣的考驗 然後有時候你可能不滿意 但是回過頭來 你自己可以想想 怎麼讓自己更快樂 更滿意這樣的一個 一個做選擇 就只能是這樣子 對得起自己最重要 在台灣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其實 即使是世界排名競爭力排第13名 可是我們對自己的自信 卻是那麼的薄弱 全世界200多個國家 排名第13 這是屬於上段班的那種成績 你要有自信才能夠去面對困難 才會快樂嘛 沒有自信的人通常就不快樂啊 所以就很可惜 雖然台灣很熱情 可是我們的人快樂嗎 這一點是我們自己要去 不斷的思考的地方 人生有不得不做的事情 當你看到有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勇往之前去做 這樣子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今天不想要來給你的 今天很認識 我會想有啟動 我們最新的蝶色